我們來看立體式 它要求這個函數它的極大跟極小 我這個展開 X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 X-1的平方 X-2 這當什麼呢? 當X大於等於0的時候 然後是負的 當X小於2的話 去角類只多一個負號 X-1 平方 X-2 這也是小於0的時候 那我現在 給大家微分 做一些檢驗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就是前面尾 兩倍的X-1 後面部尾 加上前面部尾 尾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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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到-5 所以就把它換掉 又變了 X-1 乘以3 X-5 我們再檢查一下 兩倍的X-4 加X-1 沒有錯 3X-5 所以這個是等於 X-1 乘以3 X-2 這個X-5 乘以3 X-5 這個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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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零 等於那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取左極限、右極限 等於零那部分的話我們個別處理 這是x,這是小零零的情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令他等於零 第一個令他等於零 第一個令他等於零 x-1 3的個是-5 我令他等於零 令他等於零的話 x等於1 或者是3 這不合 這寫錯了 這叫大零等於2 這大零等於2才對 大零等於2的話 這去絕對子不要加5號 這是小2 這小2的話 這怎麼就小0 去絕對子要加5號 所以這是大零2 這是小2 好,那說這個等於零的話 他的解是這個 不過我們要求他大零 所以這無幾 這兩個都沒有大零 所以這不是 那如果是這個呢 這個也是同一個方法式 這是負的 那個是-1 3的個是-5 等於零 然後這一個是等於1 或3 5 這兩個都是 這兩個的話 都小2 所以我們現在給他畫一下 畫一下的話 就是說 這個0點的部分 是1 1 他跟這個是3 3 5 5是1點多 這3 5 當你什麼 當你這個 這個是戶正戶 因為這個加個5號 所以這是戶正戶 然後這裡有個2 然後這裡有個2 到達這裡 這裡是戶的 這協力是戶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等於0的部分呢 是1跟3之5 1跟3之5 那1的左邊 右邊啊 是地戶 沒有 3字5的右邊是地戶 3文字5的左邊是地戶 所以這是極大 也就是說 這個是m 3分之5是極大 我把它帶進去 帶3分之5 3分之5是帶這個 這小2 帶3分之5 所以是負的 3分之5 減1的平衡 他乘以3分之5 減2 這個是3分之5 3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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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之1 所以這是 27分之4 這是極大 然後這個呢 這個的話 這裡是地增 這也是地減 所以這是極小 所以極小的話 就是你f1 這是極大 f1是多少呢 f1的話 帶進去 1的話帶這裡 因為它小 帶這裡 這剛好同意 這個是極小 極大跟極小 其他地方的話就沒有了 其他地方的話就沒有了 大2 對了 還要來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等於0的地方 等於0的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它的左極線跟右極線 等於2的地方 大X等於2的時候 它的這個呢 左導數跟右導數分別是多少 右導數 右導數多少呢 右導數是2減1是1 所以多少 6減5是1 它這個是大1 左導數呢 左導數 這帶進去的話 這是1 這也是1 所以這是負1 小1 也就是這個值 然後這個 這個值 它是那個極小 而且是尖點 尖點什麼意思 這這一點 它的那個 左導數 是小1 是負1 右導數的話 它是1 斜率是 負1跟1 所以這是尖點 所以這裡的話是極小值 所以我再把2帶進去 F2 這是極小值 帶1就等於帶這個 帶1等於0 這是極小值 所以它有兩個極小值 兩個極小值 都是0 它一個極大值 一個極大值 是27 分之4 兩個地方 1跟2的地方極小值是0 然後燒溫住我的地方 它極大值 乃是27分之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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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